大家好啊!我是AD 今天來看一下 漁港到底有沒有禁釣呢? 首先,我們來到港尾這邊看一下吧 發現好像真的沒有釣客 嗯...水面的狀況呢 看了一下,因為現在是退潮 也沒什麼大雨 不過呢,水質相當的清澈 天氣也很晴朗 水面上發現了一隻 莫名的生物 看了一下,原來是河豚 釣客最討厭的赤龜 不過啊,其實他也蠻可愛的啦 有釣到他的話呢 不喜歡他就放了他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好像... 漁港變乾淨了 今天的漁船也都沒有出去 這邊望遠一看呢 也是都沒有釣客 就連...船家也都沒有進來 這邊也算是一個熱門的釣點吧 應該多少都會有人 那來看看吧 那來看看吧 好像真的進釣了 來到... 突體的一個方向 也沒有任何一個釣客出現 看看水面的部分 是不是有魚 這裡的水面說真的 真的的確比較髒一點 油汙蠻多的 而且也沒有看到 有小魚或者是大魚 在水面出現 飄著的都是垃圾比較多 希望啊,在地的漁會啊 真的要好好管理 好啦,我們... 這一次就跳到... 加油站這邊 也是算... 第二個熱門的... 釣點 但是我們現在看一下 好像也沒有什麼釣客 接下來來到了... 黃燈這個地方 終於有釣客出現了 今天的海面非常的平靜啊 沒有...沒有什麼讓 而且現在是在退潮當中 意外發現 有一尾大魚在水面游著 往著...外海出去 仔細一看 是個大木瓜 到底會不會咬呢 那就準備來開釣吧 希望有大的收穫 種魚囉 來看一下 到底釣到什麼魚呢 其實是賣小條的 看了一下應該是彈圖魚的那種吧 也蠻可愛的啦 那我們就... 欣賞一下放生它吧 有一個特寫 這就是彈圖魚的介紹 讓你們看一下囉 這些... 抓起來... 抓起來... 好... 接著又種魚囉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到底是什麼呢 完蛋了 情況不妙 好像... 河豚兄又來爆到了 嘴巴還有一個狗子 不要生氣 我也不想釣到你啊 來介紹一下 今天使用的耳料 我的白蝦 再來就是南極蝦 還有沙蝦 還有沙蟲 以及死白蝦跟萬能紅耳 綠茶 啊不是不是 綠茶是我喝的 接下來又不用... - 白蝦 - 吼 - 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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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黃昏的 不知道我們轉到內港的話 會不會海巡的過來趕 那沒關係就試試看吧 額料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使用佛跳跳的大白蝦 然後今天所使用的就是 三節的併濟桿當前大用 會咬就是會咬 不會咬就是不會咬 可惜沒有拍到種魚的瞬間 那就看看介紹吧 一樣呢我們還是選擇放生吧 長大一點再過來 掰掰囉 這次換我種魚了 出水了嗎 好像不小 出水了 來看看到底掉了什麼呢 哇原來是為大黑點 機型還不錯 來看一下介紹 出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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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點 那什麼 大黑點 拿那個夾子 夾子 前面就好啦 好 來囉 放生喔 又有 放生團體來放生喔 好,老闆放魚囉 丟前面一點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要訂閱跟按下喜歡喔 這是我看到今天最難過的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再亂丟垃圾了 記得要追蹤喔